再三 你刚刚讲的啊 再讲一次 他说他喜欢种树 那天天空好晴朗 我们种树莽 一颗一颗小树苗 种在小园旁 会不会啊 看天 张张的只心画张片 小树苗快快装 伴我一起张天校园 进教育一直是我们教孩子的学习的课程 要如何要保护地球 安护地球 不要让地球生病了 那其实小孩子或许就没有感觉 我们想到说要来一个实际行动 那也是我们报名的 校园传唱这个活动 张天的时间 看天空飞翔的大人 倾斜在武校园 看着昂远的春天 看着昂远的春天 借着这个活动 小孩子想到说 我要做一颗小树苗 以后这个小树苗是帮助我们的 当老师就说 我们来教学的时候 小朋友很高兴 其实种树的地点是很平均的 把那个酵树当作肥料来养土 果皮渣就把它放进去树洞里面 当作肥料 树要种得好 要养得好 其实环境对它来很重要 那我们也记得这样跟小朋友讲说 其实爸爸妈妈照顾你们 给你们好的环境 你们才可以快快乐地长大 看着昂远的春天 那天天空好晴朗 我们种树莽 一颗一颗小树苗 种在小圆旁 老师们就讨论 就说应该要怎么设计 就想说先设计 像类似头套这样子 就每班的老师 就是有跟小朋友一起发行 就是讨论 因为是小新班 所以他们就做小树苗 他中班 他们的想法是 我们有干净的环境 给树种下去 我们就有干净的果实 所以中班呈现的就是 他们都是果树 你想要吃苹果 还是要想要吃柠檬呢 其实最基本的业果教育 就让小朋友去思考 这个地方是我们居住的地球 我们要对它感谢 种下树 让我们以后的 也可以享受到 更美好的环境 那大班呢 他们想要亲自种下爱心树 印上自己的手印 连那个漂亮的叶子跟果实 之后再画一颗爱心 就是他们的爱心树 看天空 天下的大眼 倾斜在我小人 看着昂然的春天 看着昂然的春天 未经常游哪两千 爱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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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树